我25岁从小在深圳长大 现在是一名美国陆军空降兵 这篇文章最近在微博疯传 名为高天才的25岁中国女子 po出自己穿着军装的照片 以字数口吻 分享她如何通过重重考验 成功加入美军的经历 高天才在微博上传射击影片 证明自己所言不假 他说一开始只把从军 当成一个不但不收钱 还给你发心水的减肥营 经过体能格斗射击 应对毒气战地急救等训练 在宿舍用枪管当擀面棍包水饺 直到某天跳伞 看到粉红色的绝美夕阳 觉得决定当兵真是太好了 成功获得象征散兵的自由之意勋章 同篇大战在美国当兵的各种美好 立刻敲碎中国网友的玻璃心 说加入美军有什么好炫耀的 穿上美军军服那一刻已经叛国了 连中国军人都当不上海上战场 别给祖国丢人了 还有人爆料高天才加入美军的动机 其实是为了拿到美国国籍 更有网友齐底 他2016年就已经透过假结婚 拿到美国绿卡 这篇文章是为了替美军宣传 甚至征兵 比起为国而战的解放军小姐姐 高天才为国籍而参加美军的样子 真仇 网友上传中国军人训练影片 嗆高天才 说这枪法颜值 爆表的战斗力才是超帅 战场上遇到高天才滞留的 要给他一枪爆头 被网友群起攻击 高天才强调 分享故事 只是想鼓励大家勇敢追梦 遭批评叛国 始料未及 三里新闻 林芳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